饭店管理的题目,那当然这一题的重点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要查询资料之前 可能会先做一件事,就是说我要建立我每一个订单 每一笔订单,像这个是饭店管理的资料 那一览通常会是编号 不过编号的规则,编号这个ID有个固定的原则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它的资料一定不会重复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决定一个编号 然后第二个这个编号是一定要有资料 所以它是key,所以一定要有资料,而且不能重复 再来可能第三个,最好那个编号里面 本身就具备有一些检疫的一些资料 就是查询资料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身份字号一定也是不会重复 那在身份字号里面,可能也许第一码就是你的出生地 第二码就是你的性别 那大家可以记录这些 那记录的越多越详细的话 对于日后你在查询资料的话 那会更方便 为什么你看ID,大概就知道说 比如说这个订单里面,这个订单是哪一个人住的 然后呢,他住了几天 那他哪一天住的,住哪一个饭店 如果有这些讯息的话 其实一个ID呢,几乎大概看一下大概就知道 那如果你要详细的详细的资料 你再去把那个ID的位置查到 再去查,比如说他住几号房 然后呢,住几个人 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全名叫什么 OK 所以理论上,假设我今天需要产生一个ID的话 那这个ID里面可能我需要四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说 我希望,第一个 我希望呢,我的开头是饭店 但是饭店的全称太复杂了 我希望饭店的缩写 那缩写,我当然需要一个缩写的对照表 各位可以看一下缩写的对照表 在公司里面名称管理员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缩写的那个对照表 因为这个对照表已经建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找一下大概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全称跟缩写的关系 它会放在一个对照表 公司里面名称管理员 找一下hotel的detail 然后底下有一个参照到 你把它点一下 它会参照到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这个范围 hoteldetail 里面大概就是全称,D栏 那将来呢,VIRU暗数我前面讲过了 查询一定只会查D栏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把它的简称 有没有,hotel 后面一个hotelID 它的缩写就是第二栏 然后呢,它的total rooms 就是它总共有几间房间在第三栏 不过理论上我们这个练习 我们只希望就是说 它的那个编号 开头是它的什么呢?hotel的那个缩写 所以也许你这个地方,假设这个饭店 然后它的缩写 那我第一个啦,我就希望它的ID 第一个是缩写 第二个的讯息就是说呢 它是哪一天check in的 不过check in 我不希望全部,我只希望哪一 月跟日就可以 然后月跟日的话 我希望这个月日的讯息呢 是 就是4码 也就是说呢,月2码 日2码 如果不足的话,自动补零 ok 然后,再来就是住几天 那住几天呢 其实可以从check in 减掉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减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是几晚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加 1 就是几天 比如三天两夜 那如果我希望 这个编号里面的讯息 不是几夜 而是几天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check out 减掉check in 因为它实际上 日期存在于所有里面 也是一个数字 一个整数 如果你把这个整数 减掉这个整数的话 那回来就两个晚上 那如果要算天的话 你把它加1 那最后是谁住的 first name 就是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最后 大家第一题 我希望就是说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不减ID 就是先缩写 然后它的月字 然后几天 还有它的名字叫什么 那这边 中间加一个那个-符号 我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 希望做出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ID的话 那怎么做 里面当然你可以分四个部分 分别完成 比较会有问题的 我想第一个 用VIRUS函数 那第二个 格式化 那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格式化 你可以用那个 TEST 然后那个- 然后最后直接串 那串完之后 就是BOOKING ID 那这个串完BOOKING ID之后 能做什么 你可以到Bill List里面 你可以看到 假设你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报表 那你要给老板看 这些 比如说像这个ID 那后面这边有ID 那我想要有一个清单 老板想要知道说 到底最近 这个住 这一笔订单 他住这个房间的 是哪一个人 Name的话 不过这个Name 我希望是全名 而不是 那你会发现 那个BOOKING ID里面 它只有名 没有信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利用这个ID 再返查回来 然后把那什么 FIRST NAME 跟那个SIRNAME 它的那个信跟名 把它串在中间 现在的空白 这个第一个查出来 第二个住几号房 我怎么知道住几号房 其实那 这边就有了 Rune number 如果你查到某一个ID之后 当然你可以查出他的Rune number 那再来就是他的Nine 就是他住几晚 其实就是把那个 Checkout的日期 减几个晚 不用加一 加一就变天 那Price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个Price 可能你需要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刚刚是Hotel Detail 请你再往下面一个 或有个叫Lookup的Price 这个Price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 他这边有个对照表 就是说哪一个 特别重要 前面是饭店的缩写 加一个减的符号 哪一个房间 然后会是多少钱 可是我们在哪里呢 这个是Lookup的Price 那不过呢 问题是什么呢 我现在这里面 要怎么样有这个讯息呢 就是你会发现 前三码 再串Rune number 其实就可以串出 我们要的那个 那个讯息 那你那个讯息再去查表 就可以查出他的这个价钱 那最后的话 就可以把他住几晚 乘上他的价钱 那就是他的总价 OK 所以请各位大概分两部分 一个是Booking 一个是Bail List 大概是这样子 那会用到的那个相关的对照表 其实都在Hotel这里啦 不过名称观念里面 其实会用到的大概就是 第一个Hotel Detail 第二个是Look Price 另外有一个Booking 这个Booking指的是哪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总表 这个工作表里面 他其实整个把它选起来 一直包含到那个整个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返查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Booking 所以其实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会用到的 其实只有三个啦 其他都是多余的 那你可以把 你也可以不用理会他 OK 然后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做看看 第一个当然你要怎么产生 那个我们的Booking ID 这个饭店 怎么产生这个编号部分 那编号规则当然 这个我想一般工作里面 有时候是单 你就产生一个 ID是有其必要性 那就ID的规则 其实当然有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硬性规定 那你可以去 有的时候是后 就是这笔订单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想一个规则 让它可以产生类似像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编号 那以这一题来看会有四个规则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ID部分先把它产生 不过特别主要ID一定要正确 因为如果你ID不正确 后面标列也会跟着查不到 所以特别主要前面Booking ID 一定要查正确 试一下 我们利用那个hotel的全 这个名称去查那个缩写 所以第一个当然我先用那个 试试与参照里面的video函数 去查什么呢 查它的全称 那去哪边查呢 你可以按一个F3 因为我刚刚讲过 有一个hotel的detail 这个 这个名称 对照表 那你会发现这个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在video函数只能查第一栏 然后呢 要把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这个输入2 那比对方式我们用完整的 因为一定是要完全正确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有它的全 它的那个缩写 然后后面在end什么呢 end一个简的符号 在end什么呢 end接下来就是我希望 串什么呢 串它那个check in的日期 但是check in的日期 我不需要这个年的部分 我只要月跟日 而且要是四码 不足的话就补零就对了 那这个地方当然 你可以利用什么 格式化 当然你如果在加工事 你可以从前面这个清单里面 找到那个 再来就是文字函数里面的test 前面我们用过了 那test基本上呢 它主要是帮你做格式化 你给它一个value 什么value 就是这个它的check in日期 然后格式化成什么呢 当然这边其实test它主要是format 其实这个format里面 在函数说明里面有很多的范例 其中的话有一个针对日期 日期的部分呢 当然如果你要几码 这个如果月份的话 给一个mm 就是两码 OK你会发现格式化01 其实就是1月 然后再来就dd 中间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些格式 比如说你如果你要粘的话 你就是用y 如果两码就歪歪 然后四码的话就是四个y 那中间如果你要串什么 其实可以再自己加一些符号进来 那最后帮你格式化 就是刚好我们要的四码 OK所以mmdd就ok了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后面再串什么 再来就是串它的那个 柱旗天 okand 然后一样是减的符号 在and住几天的话 就是把它的check out的日期 减掉check in 然后再把它加一天 这个地方点一下 加一天 因为你减完之后 它是两个 两个晚上 然后呢你要三天 那你就是加一就可以了 打勾OK 你会发现那讯息就很完整 所以有时候其实看编号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笔订单的大概情况 那and 再一个减的符号 再一个and 然后是谁住的 ok 那我只要它的名 名就好不用信 ok 打勾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完整的booking id 所以未来 当然你可以如果 不一定是饭店啦 只要是比如说像一些产品啦 销售啦 大概也可以用类似的规则 建立一个id 那这个id一定不能重复 不过应该也不可能会重复啦 因为这边 他的hotel 然后他住哪一天 假设隔年的话 除非资料清空 不然的话 同一天里面会不会 不过不可能说同一个人 又在同一天 又住三天 这个几率的话 应该很低啦 所以不过你还是要考虑到 如果未来这种可能性发生的话 那你为了要避免 否则的话 这个key就会有问题 如果要重复了 那就不能当key了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要把年放进来 这样的话 问题就比较少 也许你在一个yymmdd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没有问题 好那这样的话 向下填满 那所有的id 就自动产生了 ok 所以基本上 那这样子 这个概念 其实跟资料库的概念 也是一样 反正key鍵一定也是primatekey 一定也是要有资料 而且不能重复 另外你也可以从这个id里面 看到大概的讯息 那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 一个编id的一个方式 ok 好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反查 我有一个id之后的话 接下来当然 你如果要把一个报表 或者是说一个表格 或者一个资料列印出去 这个部分 我可以利用什么id来查 那比如说呢 像我需要这个bill list 一个账单的一个清单清测 那如果我要列印出去的话 假设这一笔交易 到底是谁住的 然后呢 住哪一个房间 那当然你可以反查 反查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插入 这个一样 这个我们用 检视与参照 然后V2函数啦 因为也是重向的 所以 那查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查 这个订单的id 那去哪边查呢 其实就是 F3 去booking里面查 那booking其实就是前面的东西 那booking刚好呢 它的第一栏 刚好也就是booking id 理论上都会放前面啦 所以呢 如果我查了之后 那我查这个订单 我要抓什么资料回来 那你可以看一下 刚好我要抓它的name name的话 刚好就是h跟i 那刚好就是 第六七八九 第八跟第九 那中间串一个空白 所以你先抓第八 然后呢 完全比对 要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会把那个什么 Romeo先抓过来 这是它的名字 ok 不过其实你也可以抓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 减符号 后面的东西 不过 恐怕用V2还是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你要抓后面 你还要先抓到 反过来算那个 减的符号的位置 然后呢 用MID函数再切啦 不过好像反而比较麻烦 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查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呢 我还要查什么 它的信 那它第八第九 所以其实 比较快的方法是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中间呢 用一个串and 双引号空格 双引号 and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边改成9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发现了 9输入按确定 打勾 ok 它的全名就出来了 Rome number呢 可以从第六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个Rome number 等于 把刚刚公式贴上 因为我刚好把这边改成6 那其实打勾就开了 因为它就是刚好 刚漏掉一个等号 等于 第六栏 帮我抓过来 ok 那就Rome number 那其晚的话呢 就是等于什么呢 我看 这个check in 这个check out 减check in 它是在第5 减第4 所以其实 规则也很简单 等于 第5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5 减掉 4 所以这边在减掉4 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 做完之后 这样来查还蛮快的 那几 几 几 几个晚上 那check out 减确刚好几晚 ok 那再来price 可能会比较麻 price的话呢 基本上 它就是 需要可能分两阶段来做 第一阶段就是先查出 这个 三个字 串 这个 g1 g1 dash 然后呢 再一个372 那去查什么呢 查那个 我们的 looking price 其实looking price 就是这个 它的那个 底下有一个 g1 g1 372 这个 38 把它查完 不过 但不是直接这样看 我们可以用那个 就是 video函数 那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先 帮我把 它的 要查的 文字先串好 串完之后 再用video函数呢 再去查 查对照表 那查完之后呢 总价 其实price算完之后 总价就算完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这个地方 先把它完成好了 id部分 不过特别说id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做错一个部分的话 后面 你要再查bill list 那就很容易做错 可以试一下